子凌开麦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这边要来介绍的就是哇子凌非常喜欢期待每年到了夏天哦 这个玉盒包呢就是我们要准备抢购的时候了 那今天呢就看到说我们现场你看这么大的玉盒包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大树区 然后呢怎么样的玉盒包才是最好吃 然后今天玉盒包的一个状况怎么样 我们就请大树区区区长杨明荣区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咯区长您好 子凌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呢就是一开箱那个玉盒包的香气对不对 大家都哇弥漫这样子哦 那当然就是说要请区长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个玉盒包在大树会特别的好吃 那大树这边的这个产业发展怎么样 好那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大树 我们大树我们目前人口是40,417 那主要著名的地方有佛光山佛陀祭殿馆 还有庄家古厝还有我们的旧铁桥 还有一大世界我们的地理环境 我们是属于狭长型 67平方公里 整个主要是以农业为主 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有讲到说我们最有名的是玉盒包 因为我们的土壤环境的关系 所以在整个全国里面 种植的玉盒包是最好吃的 那另外还有那个凤梨 凤梨目前最有名的是那个金钻凤梨 没错 这个金钻凤梨 又香又甜又很有风味 跟玉盒包一样 好那就是说在这边呢 也要请区长介绍一下这个人文汇萃的大树 他是假日的时候 其实也很多人都会到大树 那刚刚大概有讲到啦 我们大树的一些有名的地方 那可不可以也稍微再来推荐一下 就是到这边的话 好让这些好去处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大树也有一个那个火车站 九区火车站 他出来他有一个凤梨罐头工厂 目前是那个文化局他来管理 他做得非常好 那边都有导览 那之后也可以骑脚车 到我们的那个旧铁桥那边 旧铁桥它是一个白莲古迹 那里面整个有湿地啊 水域局也有把它开发一个很好一个湿地 然后我们那边也有游客中心 所以民众就可以去那边去走走看看 之后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那个取水站 旁边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三合瓦窑 民众也可以去那边做DIY 我们也可以再往我们的中部走 就是我们的那个农牧社区 农牧社区他整个的里长 里长的整理之下 我们农牧那边有很多可以去采点的地方 蛮有名的 有的亚巴兵啊 阿德鲁 红豆咖啡等等 在往北走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孤山仓库 孤山仓库在农会那整个的整理里面也有一个故事馆 因为去年在地方创生的时候他整个完成一个故事馆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 民众也可以去那边看看拍照打卡 阿在往北走就是火光山啊 阿有协商桥 都是很好的地方 哇 区长真的是如暑家政一样 就是大树这些既有好吃的美食农特产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大树呢 这些有名的景点推荐给大家 那像今年呢就是我们办高雄凤栗季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今年我们在市府非常的强力推动之下 那农业局他有整个一个夏季新鲜市 我们在6月1号这个是第一弹 就是我们第一场 农业局里面他有做整个行销活动 那我们6月1号2号我们也有一个那个凤栗季 凤栗姐在古山仓库 这个是因为受到大陆的影响 我们在销往大陆是比较困难 但是在市府的协助之下 民众小龙他也有外销到日本 整个东南亚 另外在国内里面我们也做得很好的行销 网路也做得非常棒 那我们这次的夏季新鲜市 6月1号我们还有做一些系列的活动 像DIY 还有一些找鸟活动 还有那个亲子的活动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农牧那边有一个一日游的 让民众可以体会说在那边当一日农夫等等 这个需要事先预约吗 一日农夫 就是预约一下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安排很棒的一个大树之旅 那尤其是6月1号2号的时候有这个夏季新鲜市 欢迎大家就是到孤山仓库嘛 这个地方来参加有两天的时间 不过我听说好像今年荔枝其实很抢手 而且量不多是不是 今年的荔枝 我们在台湾里面最早是在屏东 恒村 那屏东那边刚好受到去年的台风影响 然后还有一些气候影响 所以今年在屏东来讲是非常少 那大树这边它是刚好在我们后来的软冬啊 气候的影响软冬啊 所以虽然有那个结果 但是那个荔枝头荔枫 它整个果实又掉 所以到目前来看的话大概两成多 所以今年的荔枝育药包来讲 可以说是应该是最几年来比较少的 那他们听小龙讲说可能只有10天啊 大概只有10天 那这样我们要怎么能够买得到 所以现在就要开始预购了 现在很多网页 或是到那个6月1号2号去还是有 对对对 就要开始预购 预计在5月底 大概5月20几号开始才收 所以要买就要快 所以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刚刚好 就是可以赶快去抢购的时候这样子 好啊 然后在这边就是要请区长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刚刚讲到说我们大树的土壤气候真的是非常适合 所以有这个很有名的像凤梨跟荔枝玉核包 这个都是大树的特产 大家在买的时候都要子民 对不对 大树这边 那怎么会就是种出这么好吃的凤梨跟荔枝呢 大树它的水是最好的嘛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高雄很多的民生用水 大概八成都是从大树过来 那另外我们的地形刚好是山坡低 那我们的土壤又有很多红土 所以在凤梨 他们有几个像水蜜桃凤梨或是香水凤梨 不过目前我们民众比较喜欢的是金钻凤梨 所以在大树在金钻凤梨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很多民众全国大家都很喜欢钉我们大树的金钻凤梨 对其实凤梨品种也非常多 那大树这边大部分凤梨除了说鲜石 其实好像在日本时代也是做一种凤梨罐头也是很有名 所以它的那个整个的种植的历史传承是很久了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很好吃这样 好啊然后荔枝玉核包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荔枝很好吃啊 当然有分黑叶跟玉核包 那大家一定就是先玉核包 呵呵呵呵 玉核包应该是说我们大树里面的特产 算是大树的特产 不好种 对在从大陆引进过来 然后到荔枝玉核啊 后来我们在大树里面就发展出一个玉核包嘛 因为玉核包它就是它的皮薄 肉多脂很小 然后它的甜度有20度 很香 所以这玉核包算是大树的特产 刚刚讲说有讲过吗 就是因为它的产量产季很短 那今年又特别短 所以民众要赶快订购这样 不然就要等明年了 真的 好那么大树未来的发展走向 区长您觉得呢 大树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它除了刚刚讲的农业产品之外 它有很多一些观光特点 刚刚有讲到说那个旧铁桥的部分 也有提到那个山河瓦窑 山瓦窑在全国来讲的话 仅存的几个而已 它也算百年的历史 那刚刚有漏掉一个那个 我们的 庄家古厕 庄家古厕 它也有列到历史古迹这边 好我们希望说 在这几年我们就是推广我们的大树观光了 也结合那个交融局这边 水利局这边一起发展我们的旧铁桥 还有我们整个大陆一个 我们的大树整个的县一个观光景点 是好那区长您来 就是担任大树的区长 有没有什么愿景或是目标啊 好 就希望说我们大树这边的年轻人 然后可以留在大树里面可以发展 那除了我们这边有一些产业的嘛 有永风雨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中华豆花嘛 不过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这边的农业 希望因为农业局非常大力支持 我们的农业也是越越好 利用一些科技农业 包含我刚提到说一些观光的部分 就结合一些观光 把大树让全国啦 或者是国际里面都可以看到大树这个部分 是好那么最后这边要请区长跟大家讲 就是包括说我们在这个六月的活动邀请大家 还有呢玉盒包这个产季非常的短 所以要订购抢购的话呢 其实也是要赶快把握机会 然后像我现场看到基本上就是礼盒两种款式嘛 就是这个是五台金的嘛 那这个是三台金的 对不对 然后它里面就是会装成这样子 就是很方便大家来享用这样子 最后请区长跟大家最后的一句话 很感谢我们主持人 因为这一次我们的夏季基建设的第一弹 是在我们的孤山仓库6月1号跟2号 然后希望全国的民众都可以拨时间来这边 因为玉盒包它的产季很少嘛 现场里面有一些优惠啦或抢购 然后有很多活动 希望大家有空一起过来6月1号跟2号来 一起来参与这个夏季新鲜事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这边 就是邀请到了高雄大树区的杨明荣区长 来介绍在6月1号2号要举办的夏季新鲜事 然后在大树的孤山仓库这边来进行 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活动 还有要来抢购玉盒包了 因为真的机会很少产量很少今年 好那我们就要谢谢杨明荣区长 谢谢 谢谢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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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持人